小组赛的第三轮 依靠着巴坎布的帽子戏法 北京中奥国安队是客场3比1 击败了泰国五里南联 终于迎来了本赛季的亚冠首胜 小组赛前两轮 北京国安一平一副未尝胜计 今晚作客泰国挑战五里南联 国安必须力争三分 幸运的是 开场仅仅两分钟 玉林军就取得了进球 李磊传中 巴坎布抢先一脚 将皮球送入了球门 国安1比0领先 第九分钟 五里南联差一点斑平比分 佩德罗摆脱余大宝后船中 金民在封堵皮球时 险些自摆乌龙 国安逃过一劫 第十七分钟 国安再次制造威胁 比埃拉与巴坎布打出了默契配合 可惜比埃拉最后一下停球稍大 错失了起脚射门的机会 不过当时间来到第29分钟 玉林军还是成功扩大领先 比埃拉的直船突然为进攻提速 奥古斯托传中 巴坎布又一次在对方的午后卫体系中强脸得手 当半场结束 国安手握两球领先 一边再战第53分钟 奥古斯托长传 王刚停救后 直接抽射造成对方门将脱手 巴坎布拍马赶到 捕射得手 依靠他的帽子戏法 国安将比分改写为了3比0 上一轮主场汉平普和红钻 巴坎布曾多次错失良机 今晚 他终于用高效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大比分领先 国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松懈 这给了五里南联缩小差距的机会 第80分钟 16岁小将苏帕娜为五里南联扳回一球 不过最终 国安还是将优势保持到了比赛结束 3比1 玉林军拿到了本赛季亚冠小组赛的首场胜利 积分上也追平补合红钻 以竞胜球烈士排名第三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